李拜一早上靜責解盤 盤中九世代您轉當中 盤後代您轉波段 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天是禮拜一 很難得你又看到禮拜一 所有的投顧裡面 唯一一個現場直播 唯一一個教各位投資最難 但是呢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相信啊 現在您看到整個螢光幕裡面 左邊你去看看 電子股漲0.97% 金融股漲0.19% 剩下的都0.00幾 甚至還有複數的 甚至都還翻黑的 整個螢幕上面 又跟前面兩個禮拜一樣 漲幅最大的 一個叫做生計 一個叫做醫療 教您最難 但是呢 目前為止 6月底之前 還有 將來還有7月 7月是生計月啊 最好賺的是什麼股票 生計醫療股啊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 有錢不會賺 那心裡頭是非常難過的 有人幫的話 你就真的會賺錢喔 所以我以後現場節目 著重服務為主啊 甚至呢 我們節目最重要就是售後之後的服務 全市場上只有靜澤 也不是只有全市場上 各位 有些分析師跟名嘴 有些分析師跟部落客跟網路 好像這樣子有些東西都重疊了 告訴你一件事 就算你上網 就算你翻遍天涯海角 我敢給你保證 全市場上只有我黃靜澤一個人 幫生計股 早就做了十大分類 五大超盤密集啊 所以我每天一看盤的時候 我相信市場上沒有第二個分析師 可以這麼清楚的 把所有生計股 會漲停的股票 一檔一檔講給你聽 而且一檔一檔帶你賺 我相信只有我家族成員 特別是昨天前天 來到我們技術班所有的朋友 他們會相信這件事情 因為裡面已經告訴你 今天生計股應該怎麼賺錢了 我先講個困難一點點的好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來吧 各位來看一下 那麼我們今天從2409的友達來切進去 友達今天 老師友達不是生計股耶 請你聽清楚 友達今天他上漲的理由 跟講出來的消息 我一邊講 你一邊當作對分析師的考試 因為這是現場節目 況且我也沒有機會 在電視上給你做好圖表 在那邊跟你講 這樣才是賺錢喔 那樣才是賺錢喔 我們全部用電腦和現場為主 我講白一點好了 這叫做現場實況直播 這才是真實的 完全不經簡潔加工 友達今天講什麼 友達今天說 他認為未來的醫療影像 什麼叫醫療影像 你東西放進去之後 是不是有內視鏡 你檢查小孩子的時候 是不是有他的心跳圖 甚至你把他肚子 剖開的情況之下 在手術室 他要經過很多放大鏡這些 醫療影像的處理 是友達未來要前進的方向 OK 有沒有人在友達之前 就在做醫療影像呢 親愛的投資朋友 現買現賺 他叫4153的欲偉 你認識他嗎 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天還有一個 馬上聽到他這樣子講的時候 馬上自己說 我也是醫療影像概念股 叫做商知系 你了解這個 產業關聯之間的關係嗎 你了解每一個大佬後面發言 可能會影響到的盤面結果嗎 你了解這後面可能會產生的 所謂的連鎖性質的效應嗎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以今天的行情各位也看出來了 甚至今天有另外一家公司講話 叫4120的友華 那麼友華進軍中國大陸的 醫學美容市場大幅的有成就 而且各位注意 我們從4120的友華 也可以來做觀察 他是跳空上漲 這個時候因為有美國的新藥 快速通道 一下子通過的關係 快速通道是所有新藥裡面最強的 為什麼呢 你要想辦法聽懂 要不然我講國語都不懂了 你要我講FDA的英文給你聽嗎 總之有快速通道通過之後 這裡是因為基本面的改變 快速通道像是什麼 像是你在電子股裡面聽到 某某公司被蘋果認證一樣的道理 某某公司被蘋果認證 是不是會跳空掌鈴 一樣的道理 所以這裡是不會回來的 很多人說沒關係 我等他缺口回補來買 這裡是不會回來的 所以友華既然有所謂過動藥額的藥物 經過美國快速通道 甚至美國同時也把美國的藥物 來做一個通過的話 那麼這裡的價格是不會回來的 所以整理成三角形之後 持續往上攻 今天友華的老闆又說 我們除了快速通道這個藥物以外 又增加了對中國大陸的 醫療美容市場上面的一個進攻 我賣玻尿酸 但是鑄玻尿酸的器材呢 是由哪一家賣的 這就是做股票啊 你在盤中的時候 一定要能夠找到真正的答案啊 甚至4123 我跟各位講過 4123的成德 哇他今天又漲停板 真的我必須要講 賺瘋了 但是各位你說 哎呦 老師啊不得了發瘋了 這個成德一路上標新高 成德一路上標新高 最會影響到哪一檔股票 我說成德這個叫西藥廠 西藥廠的話 他必須要經過什麼 必須要經過所謂的中間體 中間體的意思 光聽那個名字啊 你大概十之八九 已經知道他的意思了 就是說你的原料 要餐盒這些東西呢 那麼人才會 才能夠真的消化 你不能直接把細菌 把毒藥吃下去 所有的藥都是毒啊 所以你必須要經過中間體 這個部分的一個 所謂緩衝劑之後 你才有辦法來做一個吸收啊 我一邊講 請各位一邊考驗看看 全市場上有第二個分析師 像我這麼專業 把藥全部都給你分析出來嗎 我跟各位講過 雖然我不是醫生出身啊 但是我再次跟你強調 只要你有心 台灣啊 我講不好聽的話 西藥房老闆的分數並不是很高 什麼藥專啊 以前我們那個時代叫五專啊 有的叫三專的啊 我們都還是大學生啊 所有分析師能考上的 最起碼因為基本就是要大學生啊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我們絕對有資格好好的認真去研究 我沒本事幫你開刀啊 但是開刀要用些什麼器材 叫做醫療器材 開刀要用些什麼樣的病床 難道我不認識他嗎 你懂我意思了沒有 開刀之後要吃的藥 這是開刀之後要吃的藥 我認識他就夠了 然後開刀需要的一些器材 影像器材我認識他 還有你吃藥中間 必須要有中和性的原料 叫做F核腹 我說過 所有台灣的西藥廠 最後都要經過所謂4.119 蓄附的中間體 還有4745核腹裡面的一個檢驗試劑 各位這上面沒寫 這叫檢驗試劑 不是又賺錢了嗎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你看到沒有 我們家族的做法 好像進入一個藍色的海裡面 然後隨時可以取財啊 你懂我的意思了沒有 甚至4130的健雅 又再次攻上漲停板了 這裡面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一個 那麼健雅跟積雅都是做肝藥的 人家說什麼聲譜插插完對不對 我們台灣也是說 什麼今天肝是好的 人生就彩色 肝不好人生就黑白 換句話說華人這種黃皮膚的人 你會發覺白色的人比較會踢足球 黃色的踢足球通通被踢回家 但是黃色的他們共同的體質 就是肝不好 我不曉得踢足球 那種西螺是不是肝比較好 但是肝不好的情況之下 各位不管從美國到台灣 肝藥都非常非常的盛行 那健雅除了所謂肝藥以外 今天漲上來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情況 其實還有一檔股票 我說過這也是肝藥其中的一種 但是健雅跟三晃的肝藥 比較偏向於中藥 懂我的意思了沒有 好 你說老師今天中藥 感覺上今天中藥股也滿強的 來 我問你一件事 你能不能有這個反應 今天生技股大漲 你要馬上能知道說漲些什麼 就像我剛剛跟你講說 原來是漲醫療影像 醫療器材跟醫療病床 我馬上找給你 甚至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有一個台北生技設備大展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對不對 也沒人提醒吧 那分析師到底在做些什麼呢 我問各位一件事啊 我們分析師最重要的責任 不是把上面最精彩 最重要的股票給你分析嗎 我告訴各位一件事 因為大半的人對於後面 光是所謂的名詞 好像沒有帶出來 名詞解釋裡面 什麼叫單株抗體 什麼叫雙株抗體 甚至醫療器材需要什麼樣的影像 內視鏡需要什麼樣的影像 完完全全不知道 甚至啊 這叫達文西手術 我以前都跟你講過了 榮總跟銅仲和醫院 銅仲和醫院在哪裡 在無期啊 我能連地點都跟你說出來 你說老師你去住過 你把我身體再用到 我別說 跟你講一件事情 我們都有研究員下去調查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 其實今天行情裡面 還隱含一個很大的利多 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真的看出來了 請各位留意啊 這裡有一檔股票 叫做1225的福茂油 來 你自己要去找囉 我們做節目要做現場精彩 這樣才會刺激喔 1225福茂油今天憑什麼掌停板了 因為美國的黃豆小麥玉米 特別是禮拜五的時候 玉米是大漲的 玉米大漲所代表的情況是什麼 是未來 昨天台北市 你不曉得是不是住在台北 中南部我還不知道 昨天台北市 晚上跟風了一樣啊 那個雨水這樣 晃晃晃倒下去的時候 那個時候到晚上1點多 一邊看踢足球 一邊會覺得說 台北不曉得會不會又發生煙大水 你是不是記不記得當年的桃支颱風 哇 住在地下正確堂的全部淹壞掉啊 但是跟各位講一件事啊 這個跳空上漲的原因 就是因為認為未來聖英現象 即將又再發生了 所以各位看到沒有 另外一個1219的福壽 福壽這做什麼 這做治療的耶 都漲上來了 所以通常這種現象之後呢 請各位要特別留意啦 我認為請各位特別留意 中藥類股 中藥類股最需要什麼 最需要植物 我問你一件事啊 天氣不好 菜養不活 菜會死翹翹 水果會死翹翹 講句不簡單一點 你比較懂的藥物好 東蟲夏草不會死嗎 紅藻不會死嗎 所以每一次在聖英現象的時候 各位有沒有發覺一件事啊 在聖英現象之後呢 來 您都會發覺說 怎麼突然之間中藥股漲上來 或許這些都還沒漲停板耶 或許天氣變不好的狀況之下 聖英現象 從食品股 食品股當然比較便宜 食品股現在也在漲 從食品股 番茄汁總跟食品有關係吧 如果沒有番茄的 哪來番茄汁啊 食品股也在漲 歡迎所有朋友 股價市場裡面 所有會讓它上漲的因子 最重要一點是 你要懂 不要昨天下大雨 你只會淋雨 不要出大太陽 你只會曬太陽 你要懂得什麼叫聲音現象 不要生病了 只會給醫生喊救命 你要知道 醫生用什麼東西來救你 知道嗎 不要說今天吃藥 原來一檔一檔藥裡面 有成德的藥粉 還要再加上蓄腹 蓄腹是做什麼 中間體 那麼最後還要送去核腹來做檢查 這就是賺錢的門道 就像一個電腦裡面 必須要有晶圓代工做台積電 要有日月光做封裝 要有華碩做組合 最後才能夠組起來 我正在跟你談 未來十年是生技島 科技人人都會 人家不會的 你才會賺錢 歡迎所有朋友想盡辦法 跟上這個最後上車的 最難生技股的機會 你家裡裝修 我都選擇綠建材 在家就好像在大自然裡 耶 我家都綠建材 選擇綠建材 樂活好住宅 六月 敬責家族十五週年慶活動 感謝再感謝 六月加入集訓約者 課函一 韓中酒市技術精華DVD 二 全國技術班課程三堂 三 週年慶客回家 全無情有 週年慶客回家專線 02-2781-0909 02-2781-0909 欠古當沖的時代來了 分件事 異件事 當件事 半件事 您不可不知當沖第一學學 韩中酒市 結合業內操牌手法 當沖快速取材 讓您連戰連勝 連勝連贏 韩中酒市是黃老師集二十零公里 超越市場製作 韩中酒市TVD課程精線 02-2781-0909 2781-0909 頭痛 請用五分珠去聽 請用去聽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夠好 爸爸 兒牌氣密窗 專利富的是島塊 學密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兒牌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對家裡打鼓也是擔有 我們每一檔生技股 都有理由 都有原因 都有真正的學理根據 我說過 很多生技股的知識 做分析師就這樣子 有關錢的我分析 有關所謂的什麼晶片 晶片其實說實話一點 你問那些晶片講得跟火 跟神一樣的分析師 你要做一個給你看 我告訴你一個笑話 我啦 還有看到我一些分析師的朋友 水龍頭壞的也不會修理 你也差不多吧 電燈壞了不見得會 頂多會換換燈管 冷氣壞了還是要找冷氣公司 冷氣壞了要找冷氣公司 那所以我不能分析東元 有這個道理嗎 所以我們分析師是分析什麼 還有你投資人是要做什麼 為什麼投資人跟分析師 是連在一起的 因為我們講的是錢 從有錢進來 只要有帳目可以分析 只要他有財務報表可以分析的時候 我就可以告訴你說 原來成德他有這樣的一個財務狀況 所以他賺錢了 我能夠分析給你聽 這是我分析師的責任 至於說成德的藥吃了之後會不會好 感冒流鼻水會不會好 或者吃了之後有沒有什麼副作用 那不是我的事 就像你在做電腦的時候 微盛的晶片到底用進去的時候 手機跑得快不快 連8顆的晶片用進去之後 手機跑得快不快 那不關我的事 分析師也不會做晶片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你也不會做晶片吧 我再講一個更鼓勵你的話 你最起碼可能吃過成德的藥 小朋友你只要超過兩歲以下 你隨便去拿那個感冒流鼻水 什麼喉樂 嗑喉樂 喜兒樂 那種東西全部都是成德 現在每個人都有成德 88塊7的時候沒人敢跟你說有 更低根本沒人跟你講過 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天下午我可以告訴你 每個分析師都有成德 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 到今天為止我成德快倒不掉了 我真的很想賣了 告訴你 每天現在開始每個人都有成德 但是我除了成德以外 我還可以幫各位找到什麼 各位看到沒有 蓄附再次攻上漲停板 各位看到沒有 4114的劍橋已經快漲停了 你說老師劍橋跟成德比 實話實說 我現在跟你講一個實話 今年的成德為什麼這麼標 如果你不知道原因的話 你根本不知道說他會帶動什麼股票 葉民工署長告訴大家 西藥股去年只有65億的一個貢獻產值 今年很可能增加到130億兩倍 為什麼 我寫得很清楚 我說各位 國內的藥廠也全部打掉了 因為國內經過上次食品藥廠要認證的事件 不好的藥廠全部打掉 所以活下來的藥廠就很有機會了 活下來的藥廠裡面最多加的其實是他 你不要以為是他 你說老師那他為什麼比較會標 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講一下是 會標的股票 會標的股票就一定是最好嗎 不一定啦 但是他就是真的會標 你懂我的意思了沒有 會標的股票很可能 裡面有人很認真做 老闆喜歡他的股票很標 就是會標 但是你有沒有機會 你當然有機會 我說過 你最起碼知道說 和副是幫他驗藥 檢查他的藥有沒有問題 你最起碼知道什麼 劍橋我毛利比你高 甚至我有三家留下來的廠房 你只有一家 還有誰 那麼4120的友華也留下來 跟日本合作的廠房 因為我們國內在去年 也就是各位還記不記得那個 起雲劑那些事件的時候 那麼藥也有很多 有起雲劑那些東西 結果中下階級的藥廠全部關門 為什麼 沒辦法經過國際認證 食藥署我們的衛生部 天天去給你檢查 所以你不要以為我們政府 都沒有在做事 我們政府是 的確有很多人 都在吃味素餐 但是我必須要在這邊說 衛福部 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署 這些都是當時的醫生 美國為什麼要學我們的健保 這次美國學我們的健保 所以缺吸藥缺吸藥 看到沒有 這就是真正的情況 大陸人要吃有華的奶粉 要吃有華的那個嬰兒用的藥品 嬰兒用的益生菌 全部要吃他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台灣 今年很有力的一個道理 當然了你從成德去帶到說 成德下面的確有一家公司 4729的 4726的這個 4726的永鑫 他是做蛋白質新藥的 現在我要恭喜漲停了 不好意思講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你要知道說這個股票到底是什麼原因 讓他漲上來嗎 有天使有地利有人和 那西藥方面的天使 天使來自於歐巴馬實施健保政策 美國人不好意思講 就是比我們台灣人多啊 你說老師美國人比較有錢 美國也有很多窮人啊 美國的窮人加起來 1億4千4百萬沒有健保啊 1億4千4百萬是台灣的22倍耶 有台灣22倍大的地方 需要健保一樣的藥物耶 那你說 我不好意思講 這是蛋白質藥 這是什麼 這是一般的小額藥粉 這是什麼 這是國小學生的藥粉 甚至我可以告訴各位 大人的藥 如果你要比賺錢賺最多的話 其實我告訴你 永信賺最多 你自己看 永信賺0.71元啊 對不對 陳德賺0.71元啊 他賺0.97元 不是這個 這個是中間體啊 4114 中間體要另外比較 這叫0.35元啊 所以純西藥廠是永信賺最多啊 你不會現在我教你 其實外資的朋友聽著 我發覺很多外資 現在連那個生技股都不會做 XX銀XX券都不會做 有夠罕耶 外資最起碼西藥類股怎樣 用本益比去算就好啦 五大操盤密集 西藥股很簡單 小兒流鼻藥水 沒什麼好比啦 小朋友感冒藥水 這些沒什麼好比的 用本益比去算就可以了 用毛利成長率去算就可以了 我的家族成員每個都會 法人還不太會笑死我啦 看到藥皮 那個我怕這個我怕 我告訴你一件事啊 你再怕他就要長上去了 所以我說你幾乎沒有時間可以等 所以我說你幾乎沒有時間可以等 隨時隨地要上去 你說老師 生技股我只認識一檔 只認識那一檔 就是那一檔叫做雞亞 雞亞今天沒有漲 我都不好意思講雞亞今天沒有漲 你看到收盤看看 為什麼我要這樣子說 今天開放先賣後買 你會想到誰啊 我告訴你百分之百所有人都想到雞亞 想到什麼 想到雞亞想到智勤 想到安城新藥 因為只有他們需要先賣後買 你給大家賣賣 然後現在又上去了 第二個 我也認為雞亞現在不用喊衝啊 因為接下來 7月4號的時候 國際知名的艾滋病專家 你不認識你就訓喔 何大一博士 也就是中玉新藥真正的一個 真正的一個作者 中玉新藥其實就是把何大一博士 拿來研究的東西呢 那麼由我們國家接收做投資 所以各位我解釋一件事喔 你看中玉新藥176塊錢 來 雞亞400多塊錢 4174的浩鼎300多塊錢 為什麼中玉新藥比較便宜 因為中玉新藥我們直接講了明白一點 將來賺的錢是要跟何博士對分的 等我意思了沒有 我們國家是佔一半 我們國家的所有投資人是佔一半 所以價格是一半沒錯啦 但是他來了他代表什麼 代表最高等的 台灣最高等的新藥 全世界承認的新藥 何大一博士也是這種 所謂的艾滋病權威 還有我們台灣的翁啟會院長 是唐芬子的權威 這支還是唐芬子裡面第二第三的 將來還有一家叫做唐積升一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說一件事喔 來這裡還有股票還沒漲 這裡還有股票還沒漲 對不對 這裡還有股票還沒漲 這是美國的哪一檔 趕快去看看 通常現在美國的相關股票漲上來 我們台灣的生計股就跟著上去 這是美國的哪一檔 趕快去看看 看不懂的話 補息吧 補息來不及的話 問人吧 問誰最好咧 問下面這裡最好了好不好 歡迎所有朋友 今天願意進場的朋友 這檔股票應該等一下會 啪啪啪很漂亮 所以我想我這麼跟大家報告 請你今年一定要做生計 甚至你一定要了解 就算你不做一定要了解 不管你一定要做生計 因為做生計才有錢賺 第二個 你要找到最會做生計的人 我也直接告訴你一件事 我曾經和一個醫科的學生 比賽過我們之間 那麼誰到底對於股票的操盤比較好 結果是我贏 因為為什麼 醫生對於產品比較專業 那是沒有錯 但是問題來 操盤來講的話我比他專業 我看美國股市 結果台灣股市哪一支跟上去 我看嬌生做智勤 看嬌生做儀態 光這一招他就沒想到 歡迎你想盡辦法 跟上我們的腳步 也希望你未來在生計股 能夠賺大錢 特別有價賺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緊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平衡並自負投資風險 缺水很辛苦 省水有備備 對 省水器材輕鬆省 查樓一滴也不浪費 水回收利用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費不知珍惜 老天爺給再多也不夠用 你今天愛水了嗎 02-2781-0909 借古當充的時代來了 分件事 日件事 上天事 半件事 您不可不知 當充第一絕學 韓中九世 結合業內操牌手法 當充快速取材 讓您連戰連勝 連勝連贏 韓中九世是黃老師 及二十年公里 超越市場製作 韓中九世TVD課程 經線 02-2781-0909 2781-0909